收拾干净过 还是心情很好的 因为就是看到东西摆放的这么整齐 但是可以耐多久我就不知道了 哈啰 今天我终于要来收拾我的厨了 我的厨已经持续这种很乱的状态很久了 所以今天就打算把他们都归类 然后收纳整理起来 耶 我现在目前是有三个要处理 所以打算把他们都归类 这一个拿来放有关于头发的 这个拿来放有关于脸的 就是护肤品啊化妆品之类的 然后这一个就是保持现在放的 这个护肤品跟后面可能放一些 不需要常拿到的东西 开始吧 好啦我现在就是收好了 带你们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就是刚刚我说的 我要放头发的东西的 但是后面还写空因为 所以我就把它拿来放一些 我没有这样常用到的盒子 里面都是空的 但是就是 然后只有一点漂亮 所以想留着 然后我的眼睛眼睛 药水和眼睛眼睛那些 然后过去就放我的 hairspray 然后我的帽子 然后这一栏里面都是一些 髮绳啊肤脂啊之类的 然后还有这个髮型 然后还有两盒 一个是我的戒指跟耳环 然后下面这一格就是化妆用品 这一格是有点急啦 然后后面就是我买那些化妆品 送的一些sample 还有一些 我的库存 然后这一块就是我的香水 然后再来就是我的口红 还有这个就是所有现在正在用的化妆品 就是一格一格分类 有关于睫毛的眉笔 然后这里就是concealer那些 然后还有一个镜子 然后这里就是照样放我的护肤品 就是我把它收拾整齐一点了 然后我那里一格有点放不下 所以我就把眼影放在这一格 粉底啊定妆粉还有腮红都放在这一格 然后下面就是一些其他的东西 这是我的粉刷和其他的东西 然后这一格我是拿来放一些 我已经用完了但是不舍得人的盒子 因为盒子很漂亮 还有一些 然后这个是我每次买衣服会送的纸袋 然后它是有那个seal的 我就觉得很方便 然后可能出门的时候 等可以出门的时候就可以 拿来放我的衣服 鞋子 袜子之类的 然后后面就是我的一些包包跟盒子 没有什么重要的 对 就是比较不常拿到的东西 或者可以很容易拿出来的东西 所以现在我的橱柜变得稍微整齐一点了 对我来说就是整齐好看的 然后我可以找到我要找的东西 就是收拾干净过后还是心情很好的 因为就是看到东西摆放的这么整齐 但是可以耐多久就不知道了 好啦以上就是我整理橱柜和我收纳的一些小心得 我知道这个视频有点短 但是就是收拾东西的心情还是很好的 大家可以趁这个疫情在家的时候 把你想象收拾的东西都收拾一下 可能心情就会好一点 然后也不会这么无良 如果有一些什么收纳的心得方法 或者神器之类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OK就这样啦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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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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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